只有2分的差距 那王耀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的 自贩热身赛的部分 他加起来投了有6局 加起来投了有6局 被打了9支的安打 防御率是6.0 那被上的率是1.83 其中被打了一发全 一打两个四死球 七次的三振 内容不是很理想 所以今天也上来再试看看 我现在也要观察一下 高之刚跟他之间来配一下 这也是很重要的目的 那现在就是捕手方面 就能够看能不能把投手的优势 在比赛中的过程把它展现出来 而且虽然高之刚今天老到 但是毕竟这不是在统一 7-11师队 跟这些选手搭配的时间 也不会那么长 那能够多一些实战 做一个投补 当然也有利于正式比赛 彼此的一个配合 现在面对赵英勋 球数来到了2好3坏 今天赵英勋的两次的打击 一个滚地球一次是阻碍了 飞球被揭杀 球数上的领先 肯定不会有当不 这是今天呢 中豪队四任投手以来 所投出的第一个四块球保送 几个球来到球 不敢吹起来 所以一直跑外脚 跑外脚越来越偏高 比赵英勋了 我说一下比赵英勋了 是有这个美国之邦现役的身份 不管你是什么层级的 有这个现役球团的身份 所以要用球数是好好注意的 对 不能投太多 那叶蕾上这时候也换带跑 目前是没有人出局 依赛雷 叶蕾上换上的是李湘昊 来做一个带跑的工作 那王宝林也是资格赛哦 中华队很重要的一位战将 本次的比赛应该是比较定位 在先发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这样来处理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飞球 在中外野 中外野手已经占定位了 轻松把这个球接杀 两分落后的NZ 恐龙队 当然还是采取一个抢攻 以及轮到李显坤 结果是一个飞球被接杀出局 我这个球因为有速度 而且压得低 够低了 所以要拉起来不容易 从这个画面看 你看王耀玲也很猜了 所以一个选手 如果能够展现出他一个稳定度 到够人要用他 会比较有信心 这时候也再度的换代打 原本应该轮到金泰君 这时候是由被号52号 昨天有上场 这个球迷都叫他眼镜侠了 卢貞赫 换上来做一个代打的接替 昨天他是担任先发的游击手 打第九棒 昨天手背的处理有一个不规则弹掉 打到他的脸颊 要求防务员扶起来 他继续要手背 其实这就很有这个美国职棒小联盟的那个味道 对 不愿意被替代掉 大家在力争上游的过程都不能够有一点示弱 对 然后位置 对 就像玩大风吹 但是就是绝对自己不会主动站起来 完全不按游戏规则 不站起来的大风吹 如真鹤在昨天的热身赛当中打的并不理想 四个打出没有安打还有两次被三振 就是一个插帮被捕 自己觉得好像蛮可惜的没有掌握到 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 这次继资德赛之后 这项大赛首度第一次连会内赛 虽然是第一轮能够在台湾来举行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在这一段整个大战的一个前期的过程 其实可能球迷队很多的单位 包括状态队各方面都有很多的意见 其实都是球好心切 所以爱自身则自切可以理解 但是都有很多付出的心力 包括我们的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各方面都有很多的一些配套在帮忙 所以没办法让大家3月2号 在台湾看到这项比赛 打击的卢真鹤遭到了三振出局 现在请传了两振出局 这是王耀林上来所投注的第一k 面对速度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王耀林就是有这个快速球的优势 再度的换代打 备号58号的赵平浩 赵平浩的上场来做代打 赵平浩这个身材是相当的壮硕 188公分84公斤 不止吧 感觉身高跟体重都不止 感觉好壮好壮好高 现在跑者在一垒上 也是由职棒自立的选手之一 转队过来的赵平浩 04年到07年是现代独角兽队的选手 然后08到09 赵平浩的英雄队 王耀林这两个内脚球 位置够刁钻 对右搭者来讲是很难出棒的 球数现在是两好球一坏球 夜蕾上有带跑的李湘浩 打到了Q神 这两天的比赛当然为了让中华队来示意 正式的比赛场地 所以也临时从 陈青湖在今天改到了洲际棒球场 而且时间也改到中午 原本想说这样可不可以让NC口龙 队打退堂股 结果他还是如同百万小学堂一样 我要我要我要 选我选我 继续我要 到哪我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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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精神其实也是 我这也是为了打职棒的态度 对 不放弃任何一场比赛 这个球掉中呢 赛打的赵平浩也结束了这个半局 继续上半结束 目前0比2 NC口龙对战士落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